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7月16日 星期五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慧 继续和大家见面 2021年个人资料 私隐修订条例草案 今天终于刊献 计划将起底的行为刑事化 预计今年10月 这条条例应该实行 当然正常的市民终于等到这一刻 大家可能都会留意到 其实未发生黑暴的时候 大家都不知道原来警队 受到这么大的压力 黑暴爆发以来 你想想由2019年的6月 足足有两年 特别是前线的警员 执勤的时候 要面对浪到没人性的暴徒 休班的时候 又要担心家人被人骚扰 小朋友在学校又受到欺凌 连去支持警察 支持平乱的市民 都深受其害 其实私隐公署 在2020年 一共处理了1198宗 关于起底的个案 受影响的人 有四成是警员和他们的家属 有三成是一些 表示支持政府或警察的市民 其二的两成 是因为社会事件被起底 其实HKG部和邦港出声 在一年多的时候 都已经不知道 拍过多少条视频 去探讨被起底的警察 有多困扰 我自己本人 我想很多支持警察 支持人都有被起底的困扰 过了足够两年 我们终于等到这条条例 虽然迟了 但始终都可以放下心头大石 我们首先说一说 今次修订 起底刑事化的一些重要条文 第一级就是 是循简易的程序去审判的罪行 意思就是任何人 如果未经当事人同意 披露他的个人资料 或者以图 或者罔顾 导致当事人 或者他们的家人 蒙受了指名伤害 即是属犯罪 最高刑罚 可以罚款10万元 和监禁两年 第二级就是 可以循公诉程序审判的罪行 若果起底实际构成了指名伤害 最高罚款是100万元 和监禁五年 所谓的指名伤害 就包括了当事人 受到滋扰、骚扰、 纏扰、威胁和恐吓 亦都是对那个人的身体伤害 或者心理伤害 而导致那些人 合理地担心 他们自己的安全 或者福祉的伤害 或者那些人的财产 亦都受损 今次想和大家说一说 这个修订 主要有两个新的修订 第一就是首领 条款里面 就给了私隐专员刑事调查 和检控的权力 包括可以在 没有首领的情况下 搜查疑犯的电子器材 或者搜查 和拘捕疑犯等等 第二条就是域外管核权 新修订的条文 就将域外管核权 意思就是在香港的境内 或者境外发生起底的行为 只要那些资料 当事人在香港居民 或者身处香港 私隐专员都可以送达 停止披露通知 要求移除起底的内容 有能力移除有关起底信息的港人 例如是在香港 设立营业点的网络服务供应商 或者境外的服务供应商 好像一些社交平台那样 都受到这条款的规管 要按照规定的指定时间里面 去采取停止披露的行动 为者亦属犯罪的 今天其实电台就有访问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 钟丽宁 他在电台里面说得很清楚 他说他会要求相关公司 在香港的员工 移除问题的内容 如果这些员工 他本身是没有权限 移除这些资料的 那就不会有刑责的了 黄盈很多人 今天讨论这件事的时候 就说这个修订 尤其是首领 和域外管车权 就说给了私隐专员 很大的权力 就说这个真是 为什么 以前没有牙老虎 现在那段牙就很大力了 大家你想想 你2019年6月 过去那两年 如果你发现你的资料是 Telegram 很简单可以被人搜索到的 你全部的资料在Telegram 你其实是可以报警的 但其实报警 都是提供你去私隐专员的 但是私隐专员 之前这条法例 未修订的时候 其实他们真是没力的 大家真是很无奈的 这两年 我觉得其实 已经是有两年的时间 这件事不是减少了 是继续发生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修订是来得很好的 亦都给私隐专员 有一个权力 它是可以去搜查 这些资料 我觉得是做得很对的 另外以往这条法例 亦都有一个很大的漏洞 很多时候就是说 很多 起人地底的人 其实他们不是在香港的 很多都是在香港境外的 所以 没有他扶的 所以这次在修订里面 加了这个境外管核权 我觉得是做得很好 个几星期前 《华尔街日报》 曾经有个报导 就这么说 他就说 Facebook Twitter 和Google 这些企业 很担心这个修例 会影响到他们 去信 去警告香港政府 信里面也显示到 好像想威胁 撤出香港市场 之后 AIC 亚洲网络联盟 就有澄清 是没有这件事的 说到底 其实 他们之前有讨论过 就是说 最担心的 就是这些境外的 Service Provider 叫做境外的公司 如果真的被牵涉到 是有起底的时候 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说 如果他们在香港 负责的同事 根本是没有权 是可以移除这些资料 的话 他担心这些同事 是不是会受到 很不公平的 对待 亦都会有一个 风险 是会受负上刑责的 刚才我们也说过 今天私隐专员 亦在电台有澄清 讲清楚 就是说 如果他们本身 是没有这个权力 是可以移除这些资料的 他是不会 不会负上刑责的 这点其实都已经很清楚了 其实随着 国安法生效了一年的时候 社会开始慢慢平静 不是代表没有事 但是社会开始平静的时候 一些仇警的情绪 黄型 敌视 蓝型的心态 其实在黑暴期间 那么激 起底就变成了一个武器的工具 我想大家都很知道 就是Telegram 有个叫老豆韵仔的频道 起底是夸到 你是不可以想象的 所以我觉得 今次收定 是真的做得很好 我也很希望 应该都如无意外 应该十月真的可以立法的 好了 今天焦点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个星期一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